哈喽,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HSG在线上的祖热崇拜 我的名字叫Andrew Yoon 我是HSG荣耀堂的青少年组长 HSG荣耀堂是一个环球使徒性的教会 那么身为环球使徒性运动一份子的我们呢 深信今年上帝必定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还有我们的教会朝这个异象跃进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 我们邀请到一名特别的牧师 他的名字叫林林孝牧师 今天呢他将会为我们分享关系到 一人与灾难的一个讯息 所以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 非常的期待牧师要带给我们的分享 当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候呢 好不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好让这个圣灵大大的就充满我们 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很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聚集在这边 聆听你的话语 在这个美好的星期日呢 我们要完全放下我们的这些包袱 我们的这些负担 在这个时刻我们全心全意的要投靠在你的怀中 主耶稣请你拆盘你的天使天君 环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 在哪一个时刻 当我们聆听你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的顺服你的 感谢你主耶稣 再次让我们在接受在听你的道的时候 可以完全的去领受你的道 还有你的话语 并且行出你的话语 感谢你主耶稣 我们把今天的聚会 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你得胜的名字而求 Amen 好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牧师 His Chancery of Glory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们马来西亚很快就要进入这一个后疫情时代 很快的4月1号有一系列的开放的措施 让马来西亚的生活能够回归去正常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一段新闻 看一看圣经给我们一些的指引 当我们国门国家国门开放 当这个整个我们在抗疫的这个里程碑里面 出现一个新的转变 我们就有一个后疫情时代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起自于《创世纪》第六章第九到二十二节 《创世纪》第六章第九到二十二节 请听我念出上帝的话语 诺亚的后代记载在下面 诺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诺亚与神同行 诺亚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创世纪》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 见识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诺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镜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 分一间一间的造 你外抹上凶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 要长三百轴 宽五十轴 高三十轴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 高一轴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上种下三层 看啊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 有七十的活物 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月 你同你的妻 与儿子而父 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 一共一亩 你要带进方舟 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 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 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 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 继续起来 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 其实是圣经里面 所提到的一个大时代 挪亚它是生长在 一个大时代里面 根据圣经刚才所读的 在当时候的世界 其实充满了罪恶 这些罪恶到处都是恶人 特别圣经描写 人的心中充满的 都是邪恶的意念 虽然圣经描写 挪亚它是一个义人 但是我们其实不难想象 你要生活在这样子的 一个邪恶的环境里面 其实要秉持公义 尽浅的生活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世人的罪恶 最终就带来了上帝的审判 所以神吩咐挪亚 去召方舟 他说我要审判 凡有生气有活气的人 所有的人都要面对 全面性的审判 这是一个大时代 这个审判是透过洪水 来审判世界 所以是一个大灾难来的 可见那个时代的邪恶 有多么的严重 以至于上帝要毁灭 所有的人类 还有一切的生物 这个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在这种大罪恶的时代里面 有一个人 挪亚竟然他是义人 那么所以挪亚的前程 一定跟他的环境格格步入 他的全程 他的异形 他的生活习性 一定是跟旁边的朋友 他生活的圈子里面 是特别的 是与人不同的 在我们冠病流行之前 这个冠病呢 也没有人预测到 这一次冠病会来到 这次的冠病 带给人类很大的损伤 除了经济上面的损伤以外 更大的是失去生命 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 已经因为这个疫情而失去 我们还没有说 因为疫情造成医疗系统的崩溃 或者负担 以至于其他的病 没有得到及时的料理而失去生命 如果这些都一起加进来的话 其实我们这一次瘟疫大流行 是一个大灾难 虽然没有到挪亚的洪水 这么严重 全人类毁灭 但是他的毁灭性 或者是严重性 已经是空前绝后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的冠病流行 还没有流行之前 其实我们的世代 也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邪恶 不是吗 人欺骗人 人欺压人 有时候争权也欺压百姓 不公不义的事情 犯罪的罪行 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上演的 那么即使是在冠病期间 大家都不能够出门 家庭暴力却因此而增加 所以其实人心毁坏到极点 从我们的周遭的生活 我们的环境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个事实 所以那些坚定的 要活出基督信仰 要活出一个虔诚 正直生命的基督徒 你想容易吗 其实也不容易 尤其在我们的这个 竞争激烈的工厂上面 工作的场所上面 有时候要持守正直公益 似乎不但是不容易 而且还要付上一些的代价 这是在以前 罗亚的世代 或者说我们在疫情之前 全世界的世代 是一种罪恶明显的时代 那么在灾难的当中 当洪水来了 这个罗亚和他的家人 进入方舟里面 然后开始下雨 然后洪水来了 灭了全世界 那么罗亚就在方舟里面 虽然罗亚他爱上帝 圣经多次说他是一人 其实他也住在这个上帝 审判世界的苦难当中的 你想想 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 他是一家是在船里面 不过他看到船外面 发生的事情的吗 他看到洪水来到 那种看到洪水冲进来的时候 心中的那种惧怕 特别从来没有坐过船 这是按照圣经所记载 应该就是第一艘大船 那么洪水冲进来 那个船会摇的 这个船你注意 他圣经描写 我们其实只是这样子看一看 圣经描写 它是有一个尺寸 然后有大小 但是却没有引擎 也没有帆布 当然古代没有引擎 不过他没有帆布 来接受那个锋利 因为这个方舟是没有一个方向 没有一个目的地的 这个方舟就是好像一个救生亭一样 人和动物进去了以后 只是要避过这个洪水的灾难 所以罗亚没有办法去避免 因上帝审判世界所带来的苦难 他仍然同样住在他的影响底下的 所以可怜的罗亚因为洪水 他住在方舟里面 他就被隔离了 他的行动就不方便了 他不能出去到处去走 不能上山采果汁 不能上山看太阳热出热落 不能够享受地上所有东西 他就被困在那个小小的方舟里面 这一隔离便是一年不能够离开家门 一年的时间 那起初隔离的第一个阶段 死亡的威胁的消息 其实每一天都在这个船 船的方舟的窗口外面 他都一直听到这些人的呼喊声 那些逃难的人 他们基督的害怕 甚至有人已经跑到方舟里面 开门开门开门给我进去 也会有这样子绝望的呼求声 所以他一开始 那个阶段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来的 但是神要审判世人 挪亚不能开门 因为神把门关上了 是神把那个挪亚的船方舟关门的 最后整个世界就进入一种 令人不安的安静里面 没有人的声音 没有鸟虫的叫声 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想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一种心理压力 同时挪亚还要在方舟里面 照顾那些动物昆虫 那是个动物园 所以是一件很累的工作 对我们今天 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我们大概是最靠近能够感受挪亚 他们一家住在方舟被隔离的那种感受 我们刚刚看马来西亚 我们的将近被隔离两年了 追加隔离 直到现在才开始说要进入后疫情 实在要过渡到流行病的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被隔离的那一年半 那是很可怕的一种的心理负担 心理压力 这个短短的几个月 瘟疫就传遍全世界 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力 那么无论这个瘟疫 是不是上帝用来审判世界的工具 有些人说是 有些人说不是 无论是还是不是 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困境里面 即使是上帝用瘟疫来审判世界 我们也同样遭受到他的影响 因为这个官兵使到全世界的经济停顿 甚至于后退 那么最近呢 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也影响了我们 影响全世界 所以我们其实都在 这些个影响苦难底下的 即使是基督徒 我们每一天也会受到 有亲人 有朋友 他们受到官兵的影响 甚至于是因此而失去生命 所以那种死亡的威胁 死亡的消息 其实不断的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影响 当罗亚的时代洪水推去了 洪水过去了以后呢 似乎一切都结束了 审判结束了 那么就是新的开始了 不过事实上呢 洪水过后的世界 其实是一种满目倡移的一种环境 你想象 这个水把所有的树木 所有的动物全部都冲在一起 当水推去了以后 那还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环境 可能我们有经验了 我们看这几次的水灾 这个上个月 这个月前阵子的水灾 闪电大雨产生的水灾 你看那个水在过了以后 那个社区都是垃圾 都是所有的东西都冲出来了 满地都是 甚至也进入到家里面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罗亚时代洪水推去了以后 那个世界其实不是一片安宁 这个有树木有阳光 风吹过来很漂亮 很舒服 不是这样子的 当罗亚一打开那个方舟的门 他看到的眼睛看到的 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界 因为洪水才刚刚推去 虽然已经有植物生长 不过垃圾 或者说比如那些被水冲的树木树枝 全部都是满地都是 所以那重建的工作是要很长的 挪亚出方舟他要重建家园 那个复苏的过程呢 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努力去重建 所以他的重建工作一点都不简单 而且呢还是充满挑战 工作繁重 工作量也大大的增加了 之前在放舟里面照顾动物 现在出道出去放舟呢 他要清理这个水灾 然后洪灾过后的这个场地 所以前面充满很多未知书的 所以挪亚当初经历到了 我们现在真的有点感同身受了 我们现在似乎要离开灾难了 我们说要脱离这个冠病的疫情 我们要进入后疫情时代 4月1号开始呢 我们要回复正常 国家的国门都要打开了 人可以自由进出 我们似乎要离开灾难 不过我们其实也很像挪亚那个时代 那个灾难过去了以后 很像是的 我们进入这个复原的阶段呢 在我们前面其实是一个满目倡疑的 经济环境 虽然看起大家都很好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那个经济收窗很厉害的 再加上这个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影响全世界的经济 当然我们还没有说 中美的贸易战争带给我们的影响 你会发现整个世界 现在都在动弹不安 似乎都在一种后疫情的时代 英国最早了 说不用戴口罩了 他们是最早进入的那种几乎 无疫情的时代这样的情况 不过全世界都在动弹里面 所以我们面前的再后的世界 是一个很漫长需要复苏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片光明的 所以我们能够大概我们能够明白体会 当挪亚离开方舟 它看到的世界 在它前面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 所以今天没有一个经济学家 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立刻恢复光辉的经济环境 大家看见的都是负面比较消极的情况 在这么困难的环境 反而上帝是积极的主动的去引导挪亚 去在灾前准备 然后进入神的审判灾中 然后以后它离开方舟 上帝仍然祝福挪亚 感谢牧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说的呢 就是关系到信心奉献 那么说到信心呢 很多人对信心呢 都有不一样的理解 或者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有些人觉得呢 信心呢 就是你凭着你的心来去相信一个东西 那就是一个信心 或者是有些人觉得信心呢 是你相信那个事情会发生 你相信那个结果必定会实现的 那个就是一个信心 弟兄姐妹 无论你对信心的理解是什么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呢 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到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是的弟兄姐妹 在这段新闻说到 我们认为基督徒呢 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的话 我们必定要有这个信心 对上帝有这个信心 因为有信心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必定会赐福跟奖赏那个寻求他的人 在几个星期前 然后牧师说到这个信心奉献 要我们把一个数目写在纸章上 要我们相信上帝 要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 来去承诺 我们寻求上帝在这个今年里 是否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那么我也跟弟兄姐妹一样 我也写了一个 我有信心 上帝要我写的一个数目在里面 当我写了这个数目过后呢 我就开始祷告 我就开始祷告 希望上帝可以在今年内 让我达到这个目标 达到这个数目 那么在一个星期过后呢 我很荣幸的 我也很感谢上帝 这个数目呢 我已经在少过一个月的时候呢 少过一个月的期间呢 我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就是说明了 我写下来这个信心目标呢 不需要等到一年过后才可以得到 就是在一个月内呢 上帝就让我有这个机会 得到了这个目标 所以一切荣耀要归给上帝 所以这个信心呢 我也是有一点忐忑 有些由于写这样的一个数目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 可是非常的感谢神 上帝让我凭着信心 得到了他要赏赐 在我生命的一个成果 所以希望大家 在我们做奉献的时候呢 是凭着一个信心去做的 好 在这边呢 当我们还没有做今天的奉献的时候呢 好不好 大家闭上眼睛 让我为你们的奉献 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很感谢你 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在你的面前去奉献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凭着我们对您的信心 当我们有信心的去奉献的时候 你必定会 妥限 会承诺 你对我们 所心目中的 那个数目 感谢你 主耶稣 当我们今天的奉献呢 是凭着我们信心 而去做的一个奉献 主耶稣基督 很感谢你 让我们 在我们生命里呢 有这个平安 有这个健康的体驳 来去奉献你 给你 感谢你 主耶稣 我们今天的奉献呢 是凭着我们的信心 而去做的一个奉献 主耶稣基督 我也在这边 要请求 你赐给我们每个人 健康 平安 和喜乐 感谢你 主耶稣 我们把今天的祷告 是乃 你得胜的名字 而求 Amen 好 弟兄姐妹呢 你可以透过以下的讯息呢 去把你们的奉献 交给我们的教会 好 感谢大家的奉献 那么在圣经里面呢 神呢 其实在审判当中 他保护 义人 他保护义人呢 能够度过 那个灾难的 在灾难之前呢 神拯救人脱离 这个 审判 所以神对诺亚 圣经有对他 挪亚有个特别的 形容的 说挪亚是一个义人 在当时的时代呢 是一个完全的人 挪亚呢 是和神同行 与神同行的人 圣经这样子来描写 挪亚 虽然上帝审判世界 但是上帝没有审判义人 神审判罪人 神没有审判义人 反而呢 神要拯救义人 脱离上帝的 那个审判 所以神就吩咐挪亚 去造一个方舟 造一个方舟 一个大船 就是为了拯救 挪亚和他的一家人 所以在灾难来之前 在审判来之前 上帝其实已经准备 救恩 要救义人 脱离神的审判 这样就显示了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 那么在神的审判当中 在灾难的期间 神也仍然一直供应 义人他的需要 义人有什么需要 挪亚有什么需要 上帝都供应他一切的需要 所以神不单单只是叫挪亚 建造一个方舟 躲在里面 其实神也吩咐他要继续食物 准备材料 好度过这个方舟的日子 所以在洪水期间 挪亚能够安全的住在方舟里面 虽然他的思维都是死亡的星系 心里的压力真的是很大的 一点都不小的 但是挪亚他在方舟里面 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 上帝与挪亚同在 一步一步的引领他 经过这一年的洪水的审判 那个大灾难 每一天似乎看不到未来 你想在床里面打开窗口 看来看去 全部都是一样的 一往无际的 望阳大海 每一天都看不到尽头 每一天似乎都看不到希望 但是神的供应没有断 没有断 他本来储蓄很多的食物 但是他每一天吃一点 每一天吃一点 动物又吃 他们一家人也吃 那个食物是越来越少的 不过他看到的环境还是一样 不过他似乎他的积蓄是越来越少 好像那个积蓄越来越少 他储存的东西越来越少 但是神还是供应他 让他足够有余 这显示出上帝是新时的神 他不会撇下义人不管他们的死活 当这个灾难过去了 挪亚打开方舟的门 他面对的是整个满目倡疑的世界 上帝却祝福挪亚和他的一家人 神允许保护他们 不会遭受动物的伤害 而且还会继续的供应食物给他们 甚至于让他的后代他的家丁能够兴盛 在地上昌盛繁茂 他的后代将会很多又很多 你要想一想 挪亚打开方舟 他都还没有开始重建这个家园 上帝就已经允许挪亚这个义人 神会赐福给他 显示了上帝他是一个慈爱的神 我们的神他最大的祝福 就是他要透过义人 把这个福气从义人的身上 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流传到万帮万主 所以即使洪水过后 我们读圣经的话 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 人还是常常犯罪 得罪上帝 甚至有很多的邪恶 但是神祝福人的心意 神的那个心意没有改变过的 神要透过义人去祝福其他的人 今天我们的神还是同样一位神 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耶稣 他昨日今日以后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们的神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 他在新约在今天 仍然是公义信实慈爱的神 今天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而成为义人 我们不是靠着行为 好像做好人 做好事 然后让自己看起来 是一个好人 一个义人 不是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了 我们只能靠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为我死 钉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留下的宝血 洗尽了我一切的罪 然后那个 本来那个罪的刑罚 那个审判 不再在我身上了 而是在耶稣 他的身上 因为耶稣他担当了 我这个罪的刑罚 因此我就能够被称为义人 我们成为义人 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是从死里复活 然后我承认耶稣 是我的主 是我的神 所以我就能够成为义人 因为耶稣担当所有的刑罚 上帝应许不再用洪水审判世界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罪所带来的刑罚 上帝预备了救恩 虽然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糟糕 这个我们看虽然是后疫情时代 不过我们看到了经济的影响 我们看到人心的险恶 我们看到这个政治的乱象 他似乎一天一天 跟靠近圣经所说的末日 按照圣经的记载 这个灾难也会越来越严重 影响越来越大 这种天灾人祸都威胁着世界 虽然我们都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然而上帝早已经预备了救恩 神早预备准备了那些依靠上帝 相信耶稣的基督徒 神已经为你准备了救恩 神不单止在这个灾难来之前 为你准备救恩 祂也让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在这些苦难的困境里面 在这疫情的困境里面 在这经济挑战的环境里面 上帝应许与你同在 神应许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你 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 经过这些挑战 能够一步一步的供应你 你一切的所需 虽然你看起来好像银行的储蓄变少了 当然也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马来西亚的马币贬值 所以我们似乎储蓄都变少了 虽然看起来我们好像 支出增加了 因为收入减少 所以我们似乎支出增加了 但是神还是与你同在 祂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祂会带领你越过所有的挑战 不单止为你预备救恩 不单为你为义人预备需要 上帝还要祝福义人 祝福神的孩子 在这个复苏的过程里面 其实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一切 神要祝福你 祂应许要保护你 祂要继续的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甚至于让你在地上能够昌盛 能够昌盛好像挪亚一样 因为我们的神 昨天 今天 将来 永远都不改变 祂祝福人的心意 永远都是那么的坚定 祂是公义心识慈爱的神 这件事情没有改变过 没有因为科技发达而改变 没有因为5G时代要来临而改变 没有 我们的神仍然是心识慈爱 祂愿意赐福给那些相信心靠祂的 所以在这个末世里面 上帝应许他会帮助带领基督徒 能够越过这个灾难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面对 接下来的复原期呢 这个后疫情时代呢 我们应该好像挪亚一样 我们与神同行 好像挪亚一样做一个艺人 与神同行 怎么样才叫做与神同性呢 首先我们要敬畏上帝尊主为大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挪亚离开方舟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建一个祭坛 去敬拜神 敬拜神 感谢上帝过去的保守 感谢上帝一直以来的供应 在冠状病毒影响底下 在战争的影响底下 在政治的乱象的影响底下 我们同样也是会面对这些事情 带给我们的影响 基督徒也会面对这些灾难和困境 但是这些灾难和困境呢 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和对他的依靠 反而我们要好像挪亚一样 我们应该敬畏我们的神 我们常常尊主为大 我们把自己叫在神的主权底下 我们宣告耶稣是我的主 是我的救主 那么我们就能够住在神的权柄掌管底下 而神正在坐着为王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要尊主为大 除此之外呢 第二件事情我们该做的 就是要顺服上帝的吩咐 如果你读圣经 刚才我们读到的 所挪亚被称为义人 那是因为他顺服上帝的吩咐 所以就按照神所吩咐的一切 他就完成了 我们也应该要顺服上帝的吩咐 神的吩咐其实 写得很清楚在圣经里面 弥迦书六章八节很出名的 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行公义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复苏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里面 我们人因为这个粥少 争多 这个饼干太少了 太小了 全世界经济不好的时候 仅饼干 经济饼干就缩小 很多人为了要抢这个经济饼干 要分一杯羹而互相的伤害 互相残杀 甚至于有时候会行恶事不易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复苏的过程里面 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不要为了看到自己这个想要这个去追求这个经济 然后想尽快脱离这个困境而去做诡诈的事情 去做不合神性的事情 我们不要这样的做 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心是最容易乱的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迅速建议自己财富 我们会放弃信仰 放弃主的崇拜 放弃分别为生给上帝的时间 我们会放弃 我们会方便我们的工作 方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建议自己的经济 我们会放弃主的崇拜的时间 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仍然要顺服上帝的吩咐来聚会 若健康许可 回到教会里面实体聚会 我们惧怕在教会里面怕说感染疾病 但是我们却可以出去上班 我们却可以出去外面吃东西 我们甚至可能还可以出去买 增添你的生活必需品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我们自己做决定 你既然可以为了生活的必需 你去到危险的工作场所 去到危险的公共场所 巴萨也好 菜市场都好 你为什么不敢进到教会里面 去敬拜你的上帝 所以不要停止聚会 向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你顺服上帝 在复苏的过程里面 我们很容易只看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只看见自己的需要 然后担忧自己的未来 一直在担忧而忽略了身边弱势群起 那些需要我们去照顾的人 我们应该怜悯那些比我们更困难的人 我们在尽我们的能力 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底下 去协助那些困苦的人 我们需要谦卑的跟随上帝 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前面的指引 按着神的吩咐 我们来完成 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去参加聚会 我们读神的话语 我们尊神伟大 第三 在这个复苏期呢 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工作 殷勤的工作 你知道殷勤努力工作 是信约里面保罗常常强调的事情 你注意保罗的书信 他常常说我们要殷勤工作 无论在洪水之前 洪水当中或之后 罗亚都是个很努力工作的人 他要见证到方舟 要花很多时间 他在方舟里面要照顾那些动物 他离开方舟 他重建家园 他必须花很多的精力 在这些工作上面 我们也一样 应该尽我们的本分 来完成我们的责任 很肯定的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你的工作量 不会比疫情之前来得少 甚至于更多 但是我们要殷勤 要努力工作 我们知道神与你同在 你应该知道 神不但与你同在 祂还给你力量 你可以向神祷告 向祂自取你的力量 把你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 然后神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会引导你 祂会帮助你让你清神 让你感受到神同在 神担当你中担的那个清神 你就能够更专心的努力工作 能够事半功悲 这样我们不但只能够重建 我们疫情之前失去了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把祝福传给身边的人 这样我们就把神的名字 我们就荣耀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今天进入后疫情时代 我们不要只是看那环境 也不要只是看自己 我们好像挪亚这样子 他与神同行 他是一个义人 然后他听上帝的吩咐 所以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敬畏神 尊主为大 然后我们顺服神的吩咐 然后神叫我们厂住 崇拜神 叫我们奉献 神叫我们照顾弱势群体 神叫我们读经 神叫我们清经他 神叫我们要向神自取力量 神叫我们凡事去到他的面前 向他祷告 我们都照做 然后神就会祝福给你 所以给你力量 能够努力工作 能够有成果 能够事半功悲 神很愿意赐福给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今天听了这一场道 我们愿意回应 主啊就把我们的生命 奉献给你 带到你的面前 把它燃烧在祭坛上 把它奉献给你 因为主我们知道 你愿意我们的生命 主我们也知道 你一定引导带领我们 主啊在这个后疫情时代里面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好像你与挪亚同在一样 让主我们能够与你同行 因为主我们知道 在灾难之前 主你准备救恩给我们 在灾难当中 主你供应我们的需要 主啊灾难现在要离开 我们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 主啊你仍然愿意祝福我们 所以主啊 我把 The century of glory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都叫在主你的恩手里面 求主你祝福我们 祝福我的弟兄我的姐妹 让我们的灵里面 每一天都是心胜强壮的 让我们的心里面呢 每一天都是敬畏神 尊主为大的 主啊我们每一天就好像挪亚这样子 建立敬拜的祭坛 祷告的祭坛 我们每一天都亲近你 主啊你就亲近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圣灵你在我们的身上 给我们力量 好让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话语 主啊让我们行公义 让我们好怜悯 让我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圣灵啊充满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力量 活出上帝的吩咐 感谢主感谢主 主啊特别给我们力量 精神体力健康 能够努力殷勤的工作 当我们手上所做的 能够有成果 祝福我的弟兄我的姐妹 主啊这个复苏的过程里面 主你建立他们的根基 建立他们的家庭 建立他们的事业 以至于疫情过后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生活比疫情更好 更强壮 感谢主 你的信义永远都不改变 你昨日今天将来都一样 你要赐福给那信靠你的人 透过祝福你的孩子 主啊能够把福气带到身边的人 所以祝帮助 The Century of Glory的弟兄姐妹 他们心中是有勇气 勇敢的 他们决定要来敬拜你 好像挪亚一样 主我感谢你 赐福我们 赐福我们的手上所做的功 保守我们 医治我们 我们同性合一的 是奉耶稣基督名字祷告 Amen Hallelujah 我们很快要进入后疫情时代了 虽然前面的挑战还是很多 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你 你也不要离开神 专心地跟随神 尽你可能的 你健康如果允许的 来教会实体聚会 一起敬拜上帝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慈爱 可敬的上帝 冤神赐福给你 非常感谢牧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关系到今天的主题 一人也灾难 无论我们身边 会出现多少的困难都好 上帝必定与我们同在 并且和我们一起度过所有的难关 那么如果弟兄姐妹 今天你有需要我们帮你祷告的话 你可以利用以下的方式联络我们 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团队将会为你祷告 好 今天的聚会呢 即将来到尾声了 那么四月份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呢 要邀请你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 首先呢 这就是四月十五号的耶稣受难日的特别聚会 也是我们Good Friday的聚会呢 我们非常期待您的到来 在四月十七号呢 将会是我们的复活节 那复活节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日子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能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 和我们一起的参与 在四月二十四号呢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王主祥牧师为我们征道 我们相信他的这些经验 必定会带给我们更加多的知识 关系到上帝的活动 还有带出更多上帝的话语 和我们一起的去领受 在五月份呢 我们将会迎来巴拿巴这样计划 那么在五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二十九日呢 我们2022年的巴拿巴计划将会展开 所以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 留守着关系到巴拿巴计划更加多的讯息 好 今天的聚会就来到这边要结束了 可是当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前呢 好不好我们一起朗读这个主祷文 我们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得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得别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求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